马上就要到十一的长假了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很多新的影片上映 其中有一部我个人就非常期待 就是由鬼才演员约翰尼德普再度联手 迪士尼影业推出的传奇大片《独行侠》 确实很多人都期待 而且该片的制片人布鲁克海默更是放出狠话 说这部剧堪比加勒比海盗 来看一下 《独行侠》讲述了由约翰尼德普饰演的 美国土著勇士唐托 帮助艾米汉默饰演的小镇警官约翰瑞德 从执法人士变身正义先锋的传奇经历 在公布的首支中文制作特辑中 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两大男神在戏中的精彩表现 而这样一场既有狂野冒险 又充满神奇色彩的好莱坞巨制 怎么能少了鬼才演员约翰尼德普呢 而一向以颠覆造型的约翰尼德普 在这部电影当中又一次突破了自己 除了两大剧情的精彩表现 影片还云集了一众亲力加盟的好莱坞影星 在热播美剧《越狱》中有过精彩表现的威廉·菲德内尔 在这部影片当中成为了大反派 而曾经扮演过经典角色简爱的路斯威尔森 则成为了这部男人戏中的闪亮点 更值得一提的是德普的老搭档 海伦娜·博汉·卡特也加盟了其中 《越狱天地独行侠》里明星多报道